明月 宗监照 清泉石上流 这里是动物园的新地标 人工河流 昨天刚刚建造出来 都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呢 不得不说 在园区内挖这么一条人工河 确实能提高不少档次 同时 我们也得到了游客们的连连称赞 表示对这里非常满意 那么以后 还可以在河道中安排上小船 供游客们观光乘坐 虽然这河流非常漂亮 但是呀 我感觉还是有点瑕疵 给我一点点时间 让我再修缮一下 首先 咱们需要用护栏 把河流围住 主要是为了保护游客们的安全 这条河流水深有三米 万一有游客不深落水 那是相当危险的情况 安装上护栏 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OK 搞定 不错不错 这下整体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高档了不少 也不用担心游客们会遇见意外了 第二步 还需要修建一座跨河小桥 这可是关键的一步 自古以来流传一个说法 没有桥的河流算不上好河流 话不多说 开始造 先跟动物园的道路连接 修建一个道路 方便游客们通行 OK 桥已经造好了 感觉还缺点东西 再放几个长椅 游客们累了 可以来这里休息一下 完美 可以安排游客过来体验了 不错不错 很满意 这不知不觉又干了一件大事 对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 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汇报说 昨天动物园的人流量 已经超越了之前最巅峰时期的 5万人次 现在突破到6万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可是历史性的一幕 没想到咱们动物园经过整改之后 竟然得到了这么多游客的认可 真是荣幸呀 那这两天也赚了不少的钱 我都打算好了 用一半的资金投放到咱们的实验室 让他们好好的研究动物 另一半的资金 我打算用来建造商业街 咱们的商业街经过之前的事情 就再也没有开张了 所以这次我打算 在商业街上先开几家店铺 慢慢地投入 准备好赚钱 这样咱们才有足够的资金 来开发动物园的分源 我们的足迹迟早有一天 会遍布世界各地的 嗯 前面什么情况 就看一下 这又怎么有一堆游客 吵吵闹闹的 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啥 这骆驼死了 怎么回事 动物因年纪过大而死亡 我的天 这是咱们动物园第一次发生老死的情况呀 让我有点错不及防 毕竟这个骆驼来动物园也才两个月而已 怎么这么快就老死了呀 唉 年龄过大 自然死亡 没办法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也包括我们自己 都逃不了这一劫 总会有生老病死 唉 安息吧 把烧鱼叫过来 带走骆驼 妥善安葬 6.5时之后 骆驼已经被我埋到了动物园的后山 这里的风景好 空气好 希望它能够安息 灰哥 灰哥 别伤心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实验室经过日夜奋战 培育出了全新的动物 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人工培育出来的 并且决定 让你来给这个动物取一个名字 实验室的人还告诉我 就让它和史前百虎在一个基地 因为实验室发现 它们好像有着很亲近的血缘关系 什么 全新品种 而且还让我取名字 这 好吧 先把动物送到史前百虎的西地 既然实验室的人数放到一起 那咱就照做 毕竟人家是专业人员 赶紧送过来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的天 这是狮子啊 怎么还长了个角角呀 难道跟当时的独角兽有关系 还真是一个罕见的物种 但是 取名的话应该叫什么好呢 有了 它既然又像狮子 又像独角兽 而且还是金色的皮肤 那就叫 黄金独角兽 从今以后咱们动物园 又多了一个珍贵的品种 就是黄金独角兽 我现在还沉浸在惊讶中没有走出来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看起来就感觉非常珍贵 这矫健的身子 这全身上下 感觉都是健子肉 满身的鸡毛 都有点刺眼 我感觉 它一定会成为咱们动物园的圆霸呀 这还没过多久 就已经有很多游客过来参观了 全地球仅此一致的动物 这恐怕从今往后 咱们动物园的人流量 又该爆满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许可�